太敏感,港媒铺李克强座谈会被推迟报道的原因,图,看中国记者董林山综合报道,近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,在江苏南京主持召开,了有关经济形势座谈会,李克强承认经济下滑压力,加大外界发现此次会议的报道,被推迟了数日,有港媒文章分析了其中原因。 李克强在会上表示,当前中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,经济下滑压力,加大地区走势分化,对困难和矛盾,要有充分估计,必须把形势和问题分析。 他还强调各级政府要把就业优先放在突出位置,稳定社会发展李克强此言,按时贸易战已使北京早前提出的六吻之一,稳就业呈现不稳态势,江苏省委书记楼勤俭,省长吴正龙,何黑龙江省长,王文涛,河南省长陈瑞儿,湖北省长王小冬,广东省长马兴瑞,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陈武,四川省长尹丽等人,出席此次经济形式座谈会,并发表讲话11月30日,李克强主持的这次经济会谈。 中国官媒的报道,推迟了三天,直到12月3日,才见报12月1日,美国总统川普与习近平, 在阿甘廷共计晚餐并举行会晤,双方达成贸易战暂时停火90天中方同意大量采购美国商品, 以及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,知识产权保护,非关税壁垒,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,服务和农业等方面的结构改革。 展开谈判香港明报12月4日报道称,这个座谈会召开时,川习会虽未举行但中美双方的谈判进展,李克强不可能不知道, 而且他对于川习会的可能结果应该也有所掌握。 李克强的谈话内容或涉及川习会敏感议题,估计是不想抢了习在G20致辞和川习会的风头,因此官媒才推迟报道。 据中国官媒报道,近期有700多万农民工返乡创业但外界认为,这其实是经济下滑,导致的大量农民工失业被迫返乡此外。 大陆财新网11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,就业寒冬来临,202万条招聘广告消失了,等文章该报道发布不久之后就被删除。 此举从侧面佐证,在大陆目前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。 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一直在压制关于经济、就业、失业等方面的畅衰舆论。 因为就业是保证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够持续太平的稳定器,如果这方面造成社会弥漫恐慌,对民生和经济发展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。 在中共经济遭遇重大危机的背景下,日前举行的川习会北京,以重大让步换取了90天的休战期。 但北京需在此期间做出重大结构,性改变,这将会动摇中共体制的根本,并非一件意识因此外界,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前景仍不乐观。 总的经济 给你们做出意义的